I'm a first shot with no brakes I'm invincible And I would never sing away I'm so powerful I don't need batteries today I'm so confident I'm so confident 別師的家庭大家早安 謝謝Sean 在後台的時候 我問他說你要怎麼介紹我 那他就 給我了這些介紹吃 我說不要你就講說我每天每天 變得越來越美就好了 哇真的是很高興 可以真的是回到這個實體 的年會喔 那在過去兩年我們是真的已經 覺得有點疲乏了 Zoom到疲乏 那我們畢竟是人喔 我們希望大家齐聚一堂 好不好可以看到互相看到 彼此的臉那對於 不知道我的人是誰呢 不知道我是誰的人呢 我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今天是我第一個第一個這個電商 這樣子的網路營銷的事業喔 那我之前是在解釋之前的話 我是有15年的工作經驗 前七年我是在羅杉磯這邊的一個 金融服務公司去做管理職喔 那身為一個女性的話 我必須要照顧我的家庭 我必須工作上面要有更有彈性 這為什麼我決定說 我要有去創建我自己的第一個事業 就是做金融顧問 好在座呢有多少的女士喔 請舉手喔 讓我看一下在座有多少女士 好她知道自己是女性的 請舉手好不好 請首先熱烈掌聲鼓勵你們自己 因為女性是在社會 並沒有給她們足夠的肯定 所以我們真的要帶動女性的力量 女性的力量 我要讓我感受一下女性的力量好不好 好各位男性 相信我馬上我就要來表揚肯定你們了 我從那邊想過說我會轉職喔 因為我其實你可以看到我是一個很外向的人 我喜歡跟別人一起合作 所以我相信我的這個金融規劃等等 我就告訴他們說 除非我中樂透 不然我是不會轉職的 但是天啊 但是我是劫師這個樂透讓我中獎了 所以我就是在2009年的12月加入了劫師 在那個時候呢 我是並不知道這樣的平台會改變我的人生 我幾乎是六個月的時間都沒怎麼睡好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010年的時候 大家可能記得全球有這個經濟衰退的情況 那可能就跟當今這樣的情況有點類似 那身為一個金融規劃 我跟一些中小企業來合作 我收他們錢幫助他們做投資 那我那時候有一個很有趣的這個經驗 就是我注意到說 就是我越來越難 這個 從顧客那邊拿錢越來越困難了 但是當別人邀請我到一些事業的講座的時候 是在2010年年中的時候 我注意到有一群人 他們非常的正面 他們好像很 情緒非常的高昂 然後非常期待未來 所以那時候我頭上就有一個大大的問號 想說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在同一個時間 在同一個城市裡面 有一群人 他們不快樂 但有另外一群人 他們非常的正面 非常樂觀 所以這是我學習到 這項事業裡面的一個教訓 就是要相信 因為如果你選擇去相信 去加入這一群正面能量的人 有未來的人裡面 這個群組裡面 你不會被外部的情況所影響的 總統是誰不重要 政治不重要 或者是什麼新聞上面的這一些 金融相關的報導都不重要 你在對的區塊裡面 你總是有可能會成功的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呢 就是如果你想要獲得成功 你就必須首先相信你自己 再來就是要有紀律 那我知道在座 在座有多少人想要成為這個深鑽的 請舉手好不好 想要成為這個鑽石級的 為什麼我們想要成為鑽石總裁 因為我們希望有財務自由 我們希望在有做這個商務艙 我們希望可以去無憂無慮的去購物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跟我們所愛的人一起去享受這些事情 但請記得 作為一個鑽石級的總裁 它其實是一個套裝 你不能說你想要成為鑽石級總裁 但是不去負起這個責任 大家懂我在講什麼吧 好不好 這是一個打包的套裝的 好不好 所以你在台上看到這些閃亮亮的鑽石 在他們達到這個級別之前 他們要先有自信 要有紀律 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自信 相信自己 是內部的 沒有人可以幫助你 但是 成功 成功 要兩隻手才可以鼓掌 一個巴掌拍不下 所以首先 你有了這樣的 相信 你跟內心對話之後 你就要做外部的工作 外部的工作就需要紀律 所以很多人永遠都非常的正面 非常樂觀 很棒 但是如果你不去行動的話 你沒有紀律的話 你不管每天多歡樂 但是你的銀行戶頭的金額不會成長 好不好 大家懂吧 好 我有看過很多非常努力工作的人 就是 在這麼多年的旅遊的路上 我看到了 我親眼見證到很多人非常努力的工作 去試著獲得成功 這讓我非常的感動 但是我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們缺乏自信 請記得沒有人可以幫助你 只有你自己可以幫助你去獲得更大的信心 你要先相信自己 才可以讓別人相信你 在說服別人之前 你要說服你自己 所以一個巴掌拍不下 你想要成功缺一都不可 你的右手是自信 左手是紀律 好讓我們來談談自信 自信是一個超能力 他遠比你所能想像到的更強大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很美麗很帥 相信我 那麼你就是美麗的 你就是英俊的 這就是我過去12年不斷地告訴我自己 這就是我今天獲得的 這是一個超能力 鼓掌的這些人 就是12年前有見過我的人 我知道說臉書現在有一個挑戰 就是10年對比的照片 但是我拒絕玩這個遊戲 因為我12年前真的醜到不行 我不能說醜啦 我只能說沒那麼好看 所以自信 聽起來很簡單 但它很強大 所以我們來實際一點好了 讓我們來談談如何擁有自信 在這項事業裡面如何去更有自信 我本身有六 學習到六件事情 我跟大家分享 可以幫助大家 不用太衝向 我們實際一點 我有這六個項目 我相信在你去睡覺之前 或者是你去參加一個會議之前 跟自己對話一下 我建議的第一個事情 就是也許你沒有比別人好 但是我不會比別人差 好不好我們現在看看鑽石 昨天我們有這個鑽石的遊行 鑽石不會比你美 我們也是你知道 兩隻手兩隻腳 你不用比別人好 但相信我 你跟別人一樣好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是平等的嘛 所以跟自己說 我不用比別人好 但我跟別人一樣好 第二點就是 產品可以幫助很多人 所以就去分享啊 這非常的簡單嘛 如果你覺得產品這麼好 你相信產品這麼好 可以幫助這麼多的人 為什麼不出去分享這個產品呢 不要讓自己更複雜 不要讓自己搞不清楚狀況 第三點 跟自己說 這個平台 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大家都同意吧 對不對 這個平台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那你為什麼不參與呢 為什麼不跟其他人去分享呢 我相信在座每一個人 對不對 都有人幫助我們 那如果今天沒有人跟你分享的話 你今天不會來到這邊嘛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感覺非常開心來到現場 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股喜悦跟別人分享 去幫助別人 幫助別人獲得這樣子的喜悦呢 所以如果你還有質疑的話 每天跟自己講這些事情嘛 下一個 就是說沒關係 不是每個人都會願意 都會說好 對不對 我父母有兩個小孩 所以就是說我有一個兄弟 他從來沒有加入啊 這OK吧 這是OK的 這沒有問題 我有很多高中的朋友 他們也從來沒有加入啊 或者是他們加入了 但是他們也不跟我做深蹲 那又怎樣呢 這是OK的嘛 這沒有問題啊 我相信他們看 這真是簡單的事業 這真的就是簡單的事業 如果你覺得這是一個簡單的事業 我告訴你 你 你比較難的事業 這就是你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我們讓他這一切都維持簡單 我們就享受這個簡單的事業的果實 产品如果是好的 如果这个平台是好的 就去跟别人分享 去帮助别人 这就是这么简单 那其实呢 我之前是一个理财专家 真的 我们在讲说 你要考到这个执照啊 理财顾问的执照 好难你知道吗 我们又不需要当 这个医师或者是理财顾问 真的 这个劫师事业是简单的事业 所以呢 真的 就起而行吧 那如果其他人做得到 你也可以啊 所以 接下来告诉自己 这句话跟自己说 好 你必须要自己做 自己说 真的你 接下来要去参加开会的时候 跟你自己说 如果 这六句话 就是 如果这哪一句呢 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你没有办法同意的话 就不要去 对不对 你记下来吧 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笑到你们呢 我还 我是不是你们的好朋友 我是不是很友善啊 我是好人啊 对不对 我想要确保 真的 我对你们掏心掏肺 你们是值得的 因为 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业 要努力 要 真的 你稍微 真的 你只要有 有所付出 都会有结果 所以呢 这种自律的 美好循环 我们要来看 如何成为自律的人 你要知道 你不可能说 每天都只是靠着这个正能量呢 但是不去开会 不去办事 还会成功吗 那真的 我有很多朋友啊 他可能 他 这些朋友呢 他不用做事情 好像也不怕做 吃 山空 但是呢 就像我们 这个拍手 是两只手一起拍 所以我说的是 大家想要这种魔法棒吗 所谓的这个自律 你想要当一个不是生产的公主吗 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所谓这个神奇的魔棒 就是做一个这个周历 别这么说 不要笑 这是很基本的 但他让我就是成为一丸富翁 你跟这个医师啊 或者是博士 你看他们每个人 是不是都有这种形势力 而且呢 他的周历 如果呢 你是不是看到张白子 有没有 你不需要 有任何一个事业 你不需要去准备 就可以上升到 就可以上升 晋升了吗 没有 你一定都是要 分分秒秒的这个 预备 分分秒秒的 这个努力累积 好 如果呢 你想要 记得 就是在 杰斯 在今天的 我们的年会 你想要学到什么事情 真的 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有笔记本 真的 今天开始 每天来写 那真的 在那之前 我会 非常小心 就是非常认真 每个人都花 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跟我们的 团员讲话 那现在我学乖了 他们 如果有人跟我打电话 或者打小报告 我的回答 只有一个 就是让我看你的 阅历 让我看你的桌历 好 如果你抱怨说 客人很少啊 你不知道怎么样开放 那当然我不管 是不是有的团队 让我看你的 周历 就是让我看看你的 我会看看 你每天做了什么 那如果呢 你这个记录的 满满的事情 做很多 那当然你一定会成功 你不会失败 这是非常简单的 这是这么样单纯的事业 那这是给大家的一个练习 那当然你可以到右边 那就是315 就是最多是一天 三个会议 那一个会议大概是一小时 那再加上这个周车劳顿 所以呢 像是如果是3加1 那就是其实旅行的时候 是四趟 那再来是会议 那我觉得呢 为什么又绿色的这个 这些项目 为什么这么有生产力 那不要跟我说 开会 就是你要去开拓 去分享呢 这种 这种的话 必须是一个陌生开发 不是这种 会议 会议是说 你可以 就是你要去做你个人的事业 你可以用 你已经既有的 好 比如说带小孩去 雅医等等 这些你可以写上去 那我跟你说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个人生活 跟这个充实的职业人生 平衡摆在一起 有没有人 跟我想要 跟我一样 都想要来印这种 就是可以随身带的 这个周理呢 如果你想要把我们的事业 结识的事业 当成一个好的事业 一定要开始 就是现在 你不用去跟人家分享 那如果你想要一个月 赚500块 2000块 真的这个小 这种 这种小额的呢 其实你也不用做成大张的表 只要跟人家讲一讲就好 那但是如果你想要有这种 这个 如果有这个像医师以上的 那每两个 就是你一定是这两组 产品 这其实都需要自律 那当然 这些产品 你越用呢 一定是越有自信 有人跟我说 Ivan你赚那么多钱 你现在呢 当然是 赚了很多钱 你当然讲话就大声啦 我跟你说 是因为 我从第一天讲话就这样 那那时候呢 在我赚钱之前呢 就已经有实力 可以跟大家对话 真的你要有这个信心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 信心带回给自己 我想问一下 喜不喜欢有人 这样的团队 这不是跟你的团队有多大 或者说是可以带来多种内容 而是他们看到的那一代的你 对你的有信心 对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就有点像是不管他是谁 只要是这个人 我就跟着他 所以是这么单纯 所以呢 其实在幕后呢 其实你要增加自己的自信呢 真的有很多方法 不过呢 亚历斯多德这个哲学家曾经说 对不对 记得大家都想要自由 但是唯有经过纪律 唯有有纪律的自由 才是真自由 那么我也希望呢 今天我的这几分钟 对 我的这个演讲是非常的简单 很好理解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你们觉得这是好消息 坏消息 天哪 是不是 我都要 还要切满我的行事力 才能要升班吗 没关系 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复杂 不要给自己太多难关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自己会找到意义 并且很有趣的一个事业 你要做的就只是 就是填满你的行事力 然后呢 在你加入 就是约好人 这些坏衣 加入之前 真的你要学会 了解自己 给自己更多信心 你会很快地学到 如何 如何办活动 并且呢 你有很多潜力 你有很多自己还不认识的 很厉害的那一面 那我讲的 像是以前 我们现在在 同轴共济 我们带着一样的勇气 我们会变成一样的富有 我们会有一样的丰盛 所以你每一步 每一步真的 一点点向前 那绝对 解释是一个可以 支应 我们可以逐步展开的活动 过去12年呢 我们创下这么多这么多的记录 那现在呢 我不知道 接下来 是谁 那我也希望大家说 Yes 欢迎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上钻石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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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